第2271级 夺取神官 他此时此刻才感觉到 什么叫做真正的大智慧 自己以前的推算能力 在晋升到达天君之后 简直是弱小的可怜 他在晋升为天君的那一刻 终于知道 什么叫做能力 法力 什么叫做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什么叫做天之君王 鸿蒙殿之中 羽黄 玲珑 赤海摩尊无数的人 危机彻底解除了 他们痴痴呆呆地看着 鸿蒙殿不停地膨胀 在丹阶之中 化为了一尊天庭式的浮空大陆 巨大的进法一层层地开启 无数加持 降落到达他们的身躯上 各种大道的天音 在他们四周环绕 使他们的到处 彻彻底底凝炼 每一个人 都得到了天大的奇遇 终于有了一尊天君了 方寒终于修炼到达天君 羽黄难难道 此时此刻他心中复杂 也不知道到底要说什么 简直是百味俱全 诸天万界的修士 都知道天君的意义是什么 每一个修士的终极目标 就是天君 但是世世代代 只有那种获得无敌大器运 能够得到上古秘宝 或者继承了别的天君器运 才能够最终晋升到达 这一个诸天万界修士 都梦寐以求的境界 现在的方寒 就是达到了所有人 梦寐以求的境界 所有纪元门的修士 弟子长老各种核心高手 在这一刻都觉得无比的安全 自己拼命搏斗 终于有了回报 以为天君可以真正地守护他们 直到天地的终结 方寒的双眼刺破苍穹 方寒的双手撕裂诸天 方寒的气息让万物沉浮 今天所有围攻我的人 都得死 一个都不要走 全部葬身在这单界中吧 方寒苏醒过来 抓走鸿蒙殿 催动里面足足五万座阵图 演化为天庭一般大小的存在 悬浮在单界的最上方 单界的最上方滚滚元气 各种丹药海纳百川一般地 进入了鸿蒙殿中 方寒手中的刹那之池 不停地转动着 整个单界的元气进发 在催动之下 都以它自身为中心开始聚拢 在单界核心处 云雾散去 就隐隐约约地看到 一座巨大的坟墓出现了 这坟墓是明黄的颜色 就好像黄金铸造的一般 上面隐隐约约有 单界之主 墓穴等几个大字 居然是上古单界之主的墓穴 用脑袋就可以想象得出来 在那墓穴中有一些什么存在 肯定是上古单界之主的尸体就在其中 上古单界之主是接近先王的存在 传闻中已经误通了最后一步的人 比起一般的天军来 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 是可以和终结圣王媲美的境界 这种人物的尸体得到之后 有多少好处 刹那之间 本来看见方寒晋升天军之后怒火中烧 准备要大杀一场的华天都 易天军 皇甫彼岸 湛王天军 木野荒 苗梨天军 看见的单界核心处隐隐约约出现的 单界之主墓穴 他们眼睛顿时都直了 我们一个个都要死 华天都看着晋升为天军的方寒 心中又是嫉妒又是陷 不是滋我 但是凶横的心思在刹那间 就从内心深处生疼了起来 你就算晋升为无上天军 也不过是一个人 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这么多的天军 难道还怕你 皇甫彼岸大吼了一声 杀了他 夺取走鸿蒙殿 争取到上古单界之主的墓穴 整个单界就是我们的 他刚刚晋升为天军 法力还浅薄 根本不能够和我们这些老牌天军比拟 我们这么多人 足够可以把他直接镇压 他晋升达到天军更好 镇压了他 就可以炼制成一件真正的生品仙器了 是 一天军 湛王天军目眼慌吼道 天军本源 正可以让我们满足的七件圣器 都恢复昔日的荣光 鸟离天军也大吼连连 双手一动 对着方寒产生了攻上 武大相当于天军级别的存在 再次对着方寒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是吗 大约你们不知道 我晋升天军之后有多么的恐怖 纪元之道 方寒双手向上一撑 神区中的纪元神阵终于大圆满了 所有法宝 全部都融入文明史的篇章中 又可以单独的还原出来 体内庞大的天军本源一波一波 他就是一步 就跨越到达了化天军的面前 一拳打了过去 这一步 跨越古老的时间长河 空间都彻底不存在了 一拳崩灭万古 可以用肉眼都看得到 他的力量一波波衍生过去 渗透到达丹界之外面的位面 一座座的位面 全部都崩塌了 化天军陡然一惊 全身的毛孔都紧紧闭合起来 几乎是感觉到自己被太古之中 最为凶残的猛兽盯上了一板 呼吸都困难 心脏都几乎是窒息地停止地跳动 他只看见方寒的人影猛扑过来 拳风震荡 那尽力直接撕裂了自己身躯表面的皮肤 剧烈的刺痛 从脑海之中传达变四肢百骸 天葬之官 埋葬诸天 先王苏醒 造化一梦 化天都在瞬间就判断出来了 方寒这一拳根本不是自己所能够抵挡 他现在虽然得到许多天军的加持 有了天军的战力 但是本身毕竟不是天军 在以前就已经不是方寒的对手了 现在方寒噤晋升达到天军 何止厉害了百倍 足可以徒手撕裂他的肉身 化天军的尸体 第2272集 降伏天葬之官 在这危机关头 手里的天葬之官飞了下来 横挡在他的面前 抵挡住了方寒的拳头 方寒一拳打在天葬之官上 这朱红色的神官陡然爆发出了强烈的禁法 弥漫出去 席卷向方寒的拳头 大道唯一 纪元独有 造化陨落 方寒长笑了一手 身躯再次前进 又是一拳 纪元大道 横河杀术一般的文明史生灭变幻 居然打得天葬之官上面的禁法 寸寸断裂 最后去尾存真 直接一拳 打在朱红色的棺材本体之上 朱红色的棺材本体震荡不休 仿佛一口黄天之中 被太古神山撞击一般 阴波再次散发出去 震得后面的华天都肉身 都一下裂开了 华天都肉身裂开 身却连连后退 大口大口的仙西月喷射出来 再也把持不住天葬之官了 这座造化仙王锻造的官果 居然凌空飞了起来 脱手到达了丹界的高空 被方寒一拳打飞了 华天都失去了这天葬之官 居然被一拳打破了所有的神念 使得这尊官果失去了主人 现在成为了无主之物 夺取到手 这天葬之官也是好东西 不过 我们先联手 杀了方寒 斩杀 裁决七世 无人永生 季天军 湛王天军 皇甫彼岸 苗栗天军看到这样的情景 同时对着方寒 联手推出一掌 同时大手对着天葬之官 进行抓射 四大天军 真正天军联手一掌 到底得有多凶猛 任何人都不得而知 只是看到了 那掌尽所到之处 丹界的一切都化为混沌元气 然后再化为了地水火风 各种法则碎片相互混杂着 更是出现了各种太古神道杀招 千军万马 金戈大斧 对着方寒进行轰杀 哼 这些攻击对我都没用 你们还想夺取到天葬之官 方寒面对这些攻击身躯一阵 陀罗一般的旋转起来 古老的神阵旋转起来 身躯化为一座门户 散发出强横的犀利来 那些攻击都纷纷被吸入门户之中 全部都消失了 随后 方寒冲天而起 门户之中出现了一只 足可以压塌天界的大手 睁开四大天军的所有手掌 牢牢抓住那天葬之官 夺取到手里 顷客之间 变换好像应非走兔 白居过系 天葬之官神器已经一主 从化天都落入方寒的手里 但是天葬之官毕竟是 造化先王的官国 拥有不屈不灭之本能意志 落入方寒的手掌上 还在不停地扩大着 膨胀着 想要炸破方寒的大手 冲击出去 他不能够降服这天葬之官 杀了他 好机会 彼岸之舟 出来吧 步步超脱 彼岸神权 天军本源 破碎虚空 主宰圣法 天地中 我是唯一主宰 造化先王官国 彻底属于我 四大天军想也不想 对着风寒施展出绝杀这招来 此时此刻 每一个人都已经不顾任何尊严了 彻底施展出了最后惊天动地的杀手锏 方寒已经晋升为了天军 他们知道了厉害 毫无保留 任何压箱底的手段 也全部都竭力施展 方寒 可恶至极 这天葬之官是我的 你以为可以轻易夺走吗 今天是休想 化天都都是歇斯底里了 方寒从他的手上夺取到达丹界之池 成就天军 现在又要从他的手上夺取走天葬之官 这简直是令他几乎抓狂 化天都的庞大天军身躯开始催动 所有意志孤注一掷 对着方寒进行攻击 天葬之官 难道不愿意降服我吗 方寒站立在高空上 重新由一尊门户变化为了自己 掌握天葬之官 神色孤傲 冷漠 面对众人的攻击却丝毫不动 手掌一招 天空之中 天庭一般大小的鸿蒙殿 垂落下来了条条鸿蒙之气 凝聚成了一尊巨大的弹壳形状天幕 把自己保护在了其中 顿时 四大天军加上化天都的所有攻击打在鸿蒙之气的上面 就爆发出了巨阵连连 里面的方寒却窥然不动 衣扇烈烈作响 铁血火焰 豪情的史诗英雄神话 从他身上显现出来 方寒的本身实力是天军修为 加上鸿蒙殿 已经超越到达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极限程度 天军的拼命一击都无法撼动 在鸿蒙之气的保护下 方寒双手一握 只见一座大阵 涌入那天葬之关中 顿时棺材内部云气汹涌 咔嚓咔嚓就好像是破冰一般的声音响彻下来 化天度一震 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惊恐地看着方寒 手中的天葬之关不再膨胀 而是渐渐地缩小 这就标志着 方寒已经炼化了这具棺材 天葬之关真正不属于他了 可以媲美鸿蒙殿的神物 已经落入方寒的手中了 这么快就炼化了天葬之关 那天葬之关 是造化先王的官国 有不屈不灭的无上意志 怎么可能被这样轻易地就炼化 他有这么强横 我不相信 就算晋升为天君 也不可能这么强横 不管他有多强 毕竟是一个人 我们只要真正配合 还是能够杀死他 四大天君已经红了眼 尤其是皇府彼岸 已经和方寒结下了血仇 这次不杀死方寒 后患无穷 整个神州净土 皇府世家都有可能保不住 他可没有鸿蒙殿这种质保啊 能够保护住门派之中后代的安全 皇府彼岸一口气喷了出去 那彼岸之州的本体恶狠狠 撞击向方寒的鸿蒙之气 中央物极战王法 穆叶荒之尊战王天君怒吼连连 打出了最强绝学来 一座中央战场出现 从上而下 撞击向鸿蒙殿 还有方寒的本体 苗易天君则是双手打出 蛮族之族从天而降 手持七剑盛气 披荆斩棘 一眼瞒之道 践踏一切的文明 而易天君 背后的三十六对翅膀 不停地扇动着 每一根羽毛都飞了出来 上面演绎出来 异界的所有武靴精髓来 每一根羽毛都可以击伤天君 毁灭无数的无上大脚 华天都 则是再次从身躯中 取出一道俘虏来 这道俘虏鬼斧神宫 上面居然是雕刻着 造化仙王的形体 似金非金似玉非玉 在那造化仙王的身躯周围 刻画了九个古老的文字 是临兵斗者皆 阵列在前 九个古老文字 代表了一种造化仙王的奥秘 是最为深奥的道书中 都没有能够记载的东西 这道灵符是造化仙王神秘的俘虏 其中蕴含着不可思议的诡秘力量 完全可以和世间自在王佛的福禄媲美 九字道福 这福禄一出 四大天君也都感应到了 立刻震惊 但是下一刻 画天都就生生把这九字道福给吞了下去 吞入身躯中 立刻旁边的力量升腾起来 无数天节的气息刹那间从他头顶上降临 他居然也开始冲击天君大位 吞了这九字道福 他也居然要和方寒一样 晋升天君 而且无论是什么天节 到达了画天都的身躯上 他的身躯中都会出现九个古字 把天界给磨灭 传闻之中 这不是造化仙王领悟出的九个古字 而是他得到的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文字 他得到了九个字 而世间自在王府 得到了另外六个字 九个字代表的是一部分永生大道 被凝聚在福禄之中 画天都生生地吞了下去 冲击天君大道 可恶啊 方寒 这道灵符是造化仙王留下来的 寻找永生之门的线索之一 我本来是不想动用 但是你逼迫的我不能够不动用了 画天都沐浴在天君大节之中 九个古字上下飞舞化解了天节的力量 他体内的意志精神都在一步一步地 打破天地的束缚 也晋升为天君 九字盗秘 造化仙王书写的 得自永生之门 有辅助人超脱天地的作用 不过画天都这次消耗了这道福禄 也就失去了寻找永生之门的机会了 而且这不是以他自身意念冲击的天君 根基不稳固 对于以后的修行非常困难 就算晋升到达了天君 在来日天地毁灭的时候 陨落的几率比一般的天君都要大得多 但是现在 他不得不使用 不然不足以对付方寒 方寒站立在鸿蒙殿之下 冷冷地看着一切的发生 四大天君的攻击 还有画天都吞下九字真言浮露 冲击天君大盗 气息越来越强烈 他都不闻不动 似乎是一个寂寞的看客 这一刹那 画面似乎已经定格了 时间是刹那 又是永恒的 在四大天君攻击到鸿蒙之气的刹那 那鸿蒙之气却徐徐地消散了 方寒撤离了鸿蒙殿的保护 似乎是要自杀一般 这是一个惊人的举动 所有的人都震惊地呆滞住 方寒大手一抓 天葬之官树立起来 珠红色的颜色流淌出 好像鲜血一般 沉重无比 里面席卷出了黑色光华来 就是一个席卷 所有的公积全部被卷入棺材中 发出了沉重的闷响 好像是最终下葬一般 所有的法术公积全部都被埋葬 拔解了所有的法术 方寒手持着天葬之官 一步就来到这皇甫彼岸的面前 手持巨大棺材一观拍下 皇甫彼岸脸色一变 感受到了棺材中的恐怖气息 他连连后退 但是那棺材却越来越大 最后居然把天都涨破了 整个宇宙都是棺材的影子 一落而下 皇甫彼岸双目血红 他拼了 他的双手再次凝聚成苦海 彼岸 神舟 大剑 真正展现出了自己 作为绝代天君的真正实力来 但是方寒面无表情 还是手持天葬之官轰击而下 两大天君碰撞 刹那间爆发出了永恒不息的光来 光芒在下一刻散去了 皇甫彼岸被一拍而下 半边身体化为了肉泥 痛得他连连咆哮 无数法则从身躯中击撤出来 组成了另外的半边身体 但是方寒不给他任何机会 持官的手再次挥舞翻转过来 那漆黑沉沉的棺盖打开 向下一照 皇甫彼岸整个人眼前一黑 就被棺材给照了进去 然后 那珠红色的棺盖直接合上 把皇甫彼岸永恒地禁锢在了其中 众人都听到 棺材中发出了沉闷的咚咚声 不停地震荡 似乎是一枚心脏在跳动 恐怖无比 都明白了 方寒用天葬之官封印了皇甫彼岸 把一尊天军生生封印在其中 准备要炼化 天葬之官 连先王都能够装载 天军在其中一被装入 就真正地落入魔掌 不能够自拔 连皇甫彼岸都一下封印了 苗里天军产生了退役 第2274集 斩杀天军 中 不要紧 皇甫彼岸千锤百炼 就算被封印在其中 也没有那么容易死 反而是封印了他 要消耗巨大无比的力量 正是我们的机会 逆天军的脸上显现出了邪光来 他突然冲起 到达方寒的背后 漆黑的双手利爪狠狠动穿向方寒的身躯 神医幻影 动穿击爪 逆天军终于抓到了机会 方寒进行一击必杀 一阵暴响 逆天军的双爪动穿在方寒的身上 这是天军匿计 但是方寒的身躯上 晶体神国只出现了淡淡的裂痕 里面庞大的天军本源稍稍已运转 就已经彻底恢复 光洁如新龙 手刀一动 命运长河滔滔出现 方寒的另外一只手 成为手刀 宿命之力高高拧结 几乎是残悟了命运 斩杀向一天军的头颅 一天军的笑容戛然而止 脖子上出现了一道淡淡的血痕 随后整个脑袋飞了出去 脱离身躯被方寒一招削掉了头 他虽然是天军 但方寒同样是天军 而且是参悟了纪元之道 修炼天敌一体境界的天军 身体坚硬程度 不知道比他高出多少倍 该死 我的脑袋 我的头 一天军的头虽然被斩了下来 但是仍旧不死 一尊天军几乎是永恒不灭 一万结束都不会死亡 方寒却是身躯一动 双目冷冷地看着那头颅 突然一道纪元神阵的封印 出现在空中 交织成了精尾 居然把那头颅一下封印了 拉扯了过来 大口一张 把头颅就吞了下去 众人惊异地看到 方寒把一天军的头颅 吞入身体中 无数晶体神国开始旋转 雄雄真火燃烧 那头颅一下就化为了 惊天元气 彻底被炼化 失去了头颅的一天军 咆哮怒吼 在那脖子里 再次交织出了大道法则 要重新凝聚头颅 但是方寒直接奔腾过来 脚步猛烈践踏太空 每一步都带着 无与伦比的力量 震在一天军的身躯上 产生了裂痕 重新凝聚 头颅的时间缓慢 咔嚓 大手一抓 方寒直接捏住 一天军的身体 轰击进入对方的身体内部 顿时一天军惨叫连连 身躯好像吹了气的皮球 一般膨胀起来 然后猛地炸起来 化为漫天血雨 法则和精气 鸿蒙纳万物 方寒抬起头来 元气冲天而起 那鸿蒙殿把整个单界都笼罩 发出一股极其强大的吸力 把一天军的所有爆炸的元气 全部都吸了进去 铁链的声音响彻下来 众人就看到了 在鸿蒙殿的顶上 巨大鸿蒙之气凝聚成的铁链 把一天军给绑住了 使他无法动弹 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就在短暂的交手之间 黄复彼岸这位天军 被封印在天葬之关中 一天军被斩掉头颅 捆绑在鸿蒙殿的上方 都是方寒的杰作 走 速速地走 湛王天军木野荒 看到这一步大惊失色 他终于知道 晋升为天军的方寒 推动鸿蒙殿 天葬之关是有多么的恐怖 和苗黎天军对望了眼 突然向单界外面跃去 就要逃走 但是两个人刚刚飞跃起来 方寒就跨越万古 来到两个人的面前 一拳击出 鸟离天军的身体炸裂 方寒大手一撕 湛王天军木野荒一声惨叫 一条手臂被生生撕裂下来 方寒战无不胜 手持天葬之关 头顶鸿蒙大殿 以天军之道破灭万古 沉沦大地 徒手撕裂湛王天军木野荒的手臂 同时一拳轰爆了苗黎天军的身体 中央古国 我掌握中央之奥密 运转奥义 湛王天军木野荒知道 此时此刻乃是最为关键的手 一招不慎 就会被方寒封印落入敌手 万劫不魔的身躯 要被炼化成为元气法宝 彻底灭亡 陨落掉 他打出了中央之最高奥秘 身躯占据在天地的中央 似乎和宇宙中的最核心的一个原点结合 立刻那撕裂的手臂就再度生长出来 与此同时 他一直点向方寒的眉心 这是绝杀之招 中央一指 而苗黎天军爆炸的身躯再度恢复了 他大手掌握乾坤旋转日月 配合湛王天军木野荒攻杀剑 身上的刺青图腾真正的飞跃起来 演化出了一股股满足祖先之气 更多的满足始祖 从虚空中降临 是被唤醒了沉睡的英灵 湛王天军木野荒的一指 激向方寒的眉心 方寒眼神中神光爆射 也点出一指 一指之间 顿时天地宇宙都似乎浓缩缩小 以他的指尖为终点 凝聚成了一个原点 比起那中央之道要精深了很多 两指对撞的一气 湛王天军木野荒的脸上 显现出了惊恐之色来 整个人的身躯 被一股巨大力量轰击进了体内 叶片似的漂浮起来 然后吐出了四个字来 天元一击 鸿蒙道人的绝血 天元一击 曾经使得十足生亡都身受重伤的绝血 现在方寒尽声到达天军的境界 施展出这门绝世武功来 湛王天军都不是对手 湛王天军 木野荒的身躯漂浮起来 方寒并没放过 身躯一扑 如影随形 手掌中的天葬之官一阵缩小 然后硬声声打入木野荒的体内 不 不 木野荒脸上恐怖的神色越来越大 用尽全身的力量 但都无法抵挡住方寒的魔掌 被那藏天之官生生打入体内 然后身躯就开始变得紫色黑色 好像中毒了一般 整个人在空中乱颤 发了风式的狂笑 凄惨无比 这种情况 看得苗黎天军头皮发麻 他立刻停止了所有进攻 开始逃窜 第2275集 斩杀天军 下 方寒踩踏世界 追击而来 气息翻天覆地 龙蛇起舞 斗转星移 就在苗黎天军刚刚逃离到达 丹界门户的出口处时 双手虚空切割 绵绵绵绵的命运长河之刀光 便交织成了刀网覆盖下 鸟里天军惨叫都来不及 就被切割成了许许多多的肉块 散落在了空中 机缘神阵 封 方寒的双眼中 激射出了机缘神阵的阵痕来 就把那些肉块 一下封印在空中 然后转过身来 看向了画天都 画天都身上的九个古字 越来越清晰了 天杰的气息 渐渐收入了身躯里 他的气息好像火山一阵阵地爆发一般 整个人一下睁开了双眼 万事不朽 他依仗着九个古字的秘诀 造化先王铸造的符禄 冲击进了天军的境界 回到了画天军当年巅峰的时刻 画天都长笑起来 方寒 我也修炼到达了无上天军的境界 你能奈何得了我 我毕竟不弱于你 天军大位我又重新掌握了 你始终无法对我造成威胁 反而造就了我 方寒也不说话 面无表情 好像画天都只是一只蚂蚁 一下降临 悍然出手 双手捏动纪元神拳轰击而下 此时此刻的纪元神拳 丝毫不在造化神拳之下 甚至在一阵之间 千万门户都化为了一座纪元之门 我也是天军 我力量无穷 方寒 我就让你知道我真正的力量 九字道言 画天都的手上出现了九个古字 然后一变 每个古字都化为一尊巨大的手掌 九代表着天地间的至高数字 九个古字所化的手掌 硬斩向方寒的极元神拳 两大绝学迅速对撞的一起 硝烟弥漫 金戈铁马 气吞山河的气流升腾起来 在丹界中 一座座太古神山式的蘑菇云出现了 方寒纹丝不动 画天都却被一击而溃了 把九字真言所化的巨大手掌再次破裂 化为了九个古字 画天都苍狂后退 嘴下流淌出一丝鲜血来 不可能 不可能 九个古字所向无敌 怎么可能被你击破 他不敢相信 他刚刚晋升为天军 居然又被方寒击破了 他真正感觉到了方寒的力量 那种战无不胜的力量 同时他也看到了苗梨天军 湛王天军 木野皇 皇甫彼岸 一天军的惨烈下场 方寒以一人之力 居然连续击败了四大天军 这简直不可想象 咱们的十年之约太长了 画天都 今天就彻底了结了 你这境界 不是真正的天军境界 不是靠自己的意志 冲击而成的天军大盗 九个古字也不属于你 方寒表情平淡 看着被自己 震飞的画天都漫步而来 你看 所有的天军 全部都被我禁过 他们都无法活下来 更何况是你呢 我方寒一路走来 从来都是无敌的 没有人可以战胜 你难道现在还不知道 方寒 我和你拼了 画天都眼神血红 穷途陌路的他 展开了最后的反扑 他整个人一下飞跃起来 一圈圈的光环在身躯后面出现 方寒 我很后悔 在当初世俗中 为什么要和你进行十年之约 不早点杀了你 让你活到了现在 不过我不能够活 你也不能够活 我就算是死 也要拉你一起陨落 画天都在施展一种绝世秘法 要和方寒玉石居焚 没用的 不管你施展出任何道出来 都不能够使得我陨落 我晋升为了天君 就意味着 还创出了不朽王朝 方寒的声音 如神行走在人间一般 传播着真理 他在身后出现了三道气流 每一道气流 都化为一尊先王真理造化 起源 方寒晋升到达了天君 对于三大先王的武学领悟的 几乎是和本人一样的深刻 三大先王的影子 一显现出来 气息绝对压制 咔嚓咔嚓姐 画天都背后的光圈 一个又一个的炸裂了 方寒五指笼罩下来 气流击撤到画天都的身躯上 立刻 画天都全身都好像被束缚住了 身体上一个又一个的骨子飞出来 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 九个永生之门中流淌出来的骨子 竟然被方寒宗画天都的身躯上 生生地给抓了出来 落入自己的手掌里 重新凝聚成了一张福禄 这福禄一被抓出来 画天都身上的天君本源 立刻大量流失了 身体中的气息退潮一般地降落下去 天君的本源 居然全部因为福禄的失去而失去了 又退化到达了天君之下 画天都疯狂叫喊起来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我明明渡过了天节 晋升了天君的境界 为什么会晋节退化 你以为天君大卫这么好晋升的 九个古字是永生之门流传出来的 可以扭曲规则 你刚才的天节 不过是九个古字引发的 并不是自身真正度过了 失去九个古字 你就彻底退化 其实你自身并没有度过天节 你始终是天君之下的境界 不 画天都大吼了一声 身躯扭曲 想要逃走 可惜 方寒抓走他身躯中的九个古字 就彻底断绝了画天都的所有希望 他退华到达天君之下的境界 更加不是方寒的对手 简直是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 第2276级 关闭单界 你的躯体是画天君的身躯 对于我来说有很大作用 我可以利用你的身躯 再度造出一尊天君出来 方寒大手一捞 捞鱼一般地把画天都彻底进过 就要送入鸿蒙殿中 就在这时候 一边突生 一股强烈的死亡气息 跨过遥远的时空 传递过来 最后单界的门户被一下轰击开来 出现了一尊淡淡的人影 这人影完全被死亡气息笼罩 是一个中年人 身穿如服 好像是一个如生一般 但是一出现 身上散发出了笔苗梨天君 华天都战王天君等人 强烈了十倍的气息 显示灾难永恒 混沌杀戮那个级别的 度过了许多纪元的古老天君 不是这个纪元诞生出的天君 方寒封印的苗梨天君 一下就被震开了封印 苗梨天君再次脱困出来 随后 这个淡淡的人影行走如飞 到达哪里 哪里就转化为死亡之国度 死亡之未免 死亡的约章 想出了整个丹界 湛王天君身躯中的天葬之官 被这个淡淡的人影目光一看 生生地给逼迫了出来 木炎黄又恢复了自由 随后 这个淡淡的人影目光又看清了天葬之官 这棺材居然自动地飞向了他的身躯 真理圣地 死亡天君 方寒一看立刻警觉大吼了一声 那天葬之官膨胀 大如山月 对着淡淡散发出死亡气息的人影 撞击了过去 同时他的头上 三大仙王的虚影冲涩了整个丹界 对着死亡天君进行压制 方寒 你居然净声到达了天君 本来我们无冤无仇 可惜你斩杀了我们真理圣地的所有天主 那淡淡的影子如生 声音传递了出来 所以这次 我要给你一个教训 死亡天君都出现了 他是真理圣地古老的天君之一 传闻中 活了五六个混沌机缘 渡过这么多次天地破灭大街的摊 绝对是一尊恐怖的人物 不在灾难永恒杀戮混沌之下 这一出现 立刻就给了方寒最为严重的威胁 不过方寒也丝毫不惧 面对那淡淡死亡之气包裹的人影 方寒一个呼吸 调动了整个丹界的元气 鸿蒙殿 天葬之官全力出手 对死亡天君进行轰击 死亡天君脸上始终是淡淡的笑意 手指一动 大袖一扶 就把天葬之官抵挡住 一股元气分别射入苗梨天君 还有湛王天君的身体中 两大天君被方寒击伤的身体 开始恢复 方寒 你修成天君 就像击杀同境界的天君高手 实在是太过了 而且 你杀死我们真理圣地的诸多人 那些天主都是天才 有绝对的希望晋升天君 你扼杀了我真理圣地所有的希望 我今天到来 不但要解救所有的天君 还要扼杀你寄园门的希望 杀了你寄园门的所有弟子 当然 也会把你斩杀 死亡天君双手连续弹动着 海洋在虚空弹奏一尊古琴 死亡的乐章 在其中流淌出来 对着天葬之官进行缠绕轰击 天葬之官里面 咚咚咚的声音越来越响 是禁锢在里面的皇府彼岸 就要脱困而出 而鸿蒙殿中 那铁链封锁住 异天君也挣扎的力量 就要破禁出来 剩余画天都 更是全身被死亡乐章笼罩着 一下飞了出去 降落到死亡天君的光环中 逃过一劫 却没有被方寒击杀死 死亡天君的攻势非常灵力 但虚空弹奏的声音越来越密集了 最后凝聚成了一杆死亡之毛 对着方寒进行洞穿 方寒脸色不动 依旧是没有丝毫变化 他双手变化 突然间在手掌上出现了六个鼓子 妈尼巴尼安红 这六个鼓子在不停地运转着 随后带动了另外的九个鼓子 临兵斗者皆振列在前 六个佛门鼓子 九个道门鼓子 都是从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 不知道多少个纪元前的神庙文字 全部都被方寒得到手中 每一个文字都蕴含着惊天动地的无上秘密 方寒进声天军全部都参悟完全 他左手六个大字 右手九个大字 和死亡天军瞬息间就战斗在一起 六字九字一发威 就把死亡阅章凝聚成的长矛 彻底震得粉碎了 六字真言 九字真言 死亡天军一看 脸色微微一变 这两套道门 佛门无上奥秘的文字 都在你的手里 鸿蒙殿 天葬之官 方寒却不理会死亡天军的语言 在争斗中一口元气喷射出来 两件法宝威力节节攀升 与此同时 他的刹那之池也记了出来 开启丹界的整个禁法 协同他作战 在那刹那之池的运转下 在丹界深处 丹界之主的黄金木穴 都开始散发出光芒来 重色了整个丹界 死亡天军 你既然来了 也就葬送在丹界中吧 我不惜杀了你们所有的人 方寒在说话间 那丹界门户缓缓 开始关闭了 他居然要来一个瓮中捉鳖 连死亡天军都一起围困在丹界中 现在方寒得到上古丹界的传承 又进生到达天军的境界 越是时间长 对于丹界就越来越熟悉了 在丹界之中 就是他的主战场 无人可以把他战胜 第2277级 死亡天军 上古丹界之主的墓穴都开启了 丹界的门户要关闭 死亡天军一下就看到了 方寒险恶的心思 他的双眼 对于那丹界之主的墓穴 有深深的忌惮 突然之间 他的身躯急速倒退 在方寒同时祭出六字九字的时候 死亡天军就知道 要击败方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萌生了退意 身躯高速谈动的瞬间 趁着丹界门户还没有关闭的刹那 猛地跳跃出去 化为一道死亡之国度 消失在天界 但是 被他解救下来的苗梨天军 湛王天军木野荒 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慢了半步 刚要逃走 丹界大门就关闭了 把他们彻底留在丹界之中 不过化天都 却被死亡天军给带走了 一场大煞 以四大天军都留在丹界当中 化天都被死亡天军带走的结局 缓缓落下了帷幕 死亡天军进入丹界 就带走了化天都 除此之外 一点好处都没得到 而化天都身上的九字道福天葬之官 都被方寒夺去了 价值也彻底失去了 将来也再没有可能和方寒争锋了 不过 化天都身上有造化仙王的秘密 对于真理圣地也有很大的作用 方寒看着缓缓关闭的丹界门户 还有没有闯出去的湛王天军 苗栗天军 发出了冷酷的声音 死亡天军也解救不了你们了 现在是你们跪下 听我发落呢 还是被我击杀呢 自己选一个 方寒 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们乃是无上天军 天之君王 超脱了天地的存在 日月灭了 我们都不会灭 天地朽了 我们都不会朽 你居然要我们跪下 湛王天军 目眼慌深 却有一些颤抖 不过随后就平静了下来 进入了一种 无喜无悲的境界 那这样你们是选择死了 方寒此时自身是天军的修为 而且拥有鸿蒙殿天葬之官 又在单界之中 镇牙木野荒 苗栗天军也不是什么难事 他自然是有恃无恐 方寒 你是要和我们拼命了 苗栗天军怒吼着 拼命 在外面你们有这个资格 在我们有鸿蒙殿 天葬之官的情况下 你们也有资格说这个话 不过现在 你们都不用说这个话了 单界之力彻底进步 方寒甚至不用动手 突然整个单界 爆发出一股惊天动力的压力来 一道道的锁链 凭空出现 席卷下木野荒和苗黎天军 木野荒飞跃起来 企图躲避 但是方寒隔空就是一掌 打他连连倒飞 随后彻底被禁锢起来 一道道锁链横冠虚空 把他捆绑在单界的中央 自然而然 那苗黎天军也逃脱不了 被捆绑的下场 北方寒连番出手 逼迫得连连后退 然后单界的进法 就彻底缠绕住了他 至此 刺杂天军 湛王天军 木野荒 黄甫 彼岸 苗黎天军 一天军 全部都被擒拿了 一天之间 四大天军被擒拿封印 这件事情传递出去 只怕可以在天界乃至于诸天万界 都引起山崩海啸一般的地震 无数的种族 都会传送着方寒的威名 诸天中 纪元天军的名头 都会震惊所有 不过这四大天军 虽然被封印 方寒还没有想好怎么对付他们 首先当然是炼化了 抽取天军本源 注入羽黄玲珑的身体中 使他们的法力大增 好冲击天军的境界 不过 就算得到天军本源 炼化一尊天军 修炼到达天军的境界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看看化天都就知道 上辈子是天军 这一辈子得到上一辈子的尸体 还有天葬之官等诸多法宝 都没有能够修炼成天军境界 靠着九字道夫 生生冲到天军大位 还不是自己的能力 一被抽取 就降低了境界 靠着自己的能力 困难重重 也只有方寒这样的人 才能够一举突破 方寒现在的推算能力 举世无比 一切种种都在算计之中 他推算道 玲珑与皇 就算吞了一尊天军的本源 要晋升天军 也需要很长时间的残物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天军本源 给他们炼化 是必须的事情 一招 玲珑与皇 当然缓缓降落下来 从鸿蒙殿堂之中 踏出 看着方寒 神色复杂的同时 心中一股尊敬 油然而生起 同时方寒也感觉到 他们对于自己的心里 陌生了许多 天军和智贤 相差之大 距离不可以以倒计 不说力量之上的差距 就是单单是一个 在天地破灭之后 方寒会存活下来 等待下一轮天地开辟 重新演绎种种故事 而他们 无论多么强横 都会陨落在历史的尘埃中 彻底死亡 谁都解救不了他们 先王也无法解救 一个普通的人 因为天地破灭大截 任何法宝都无法保护别人 是人的生命 和天地息息相关 哪怕是一尊高手 躲藏在鸿蒙殿中 天地开始毁灭 他受到感应 也会产生天人武衰的 然后陨落死亡 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也是真理 先王都拯救不了 先王只能够独善其身 不能够保护麾下 更别说是天军了 天地破灭 就是这么残酷 一旦到了最后的毁灭时刻 不是天军的存在 统统得衰老灭亡 这是规则 是最为公平的法则 方寒此时此刻 突然感到了一阵寂寞 孤单 天军 在一个纪元 又一个纪元中存活下来 而所有的朋友 后代都会消散 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不管怎么样 生命还是要继续的 方寒也就不再思考着天军 先王都思考不出的问题了 他手掌变化出光泽来 调动六字真言 九字真言的所有力量 真言组成罗王 把皇府彼岸 湛王天军 义天军 苗黎天军 这四个人物 都然从封印中一起提了出来 全部都进入鸿蒙殿中 四个巨大的牢笼 把四大天军都关在里面 天军一般级别的存在 此时此刻 好像猛兽一般的被囚禁 无比的屈辱 无比的憋屈 但却无可奈何 本来如果是单单凭借自己的实力 方寒根本无法囚禁 其中任何一尊天军的 可以击败他们 但是无法阻止这些高手逃走 不过方寒却是在单界之中 拥有鸿蒙殿天葬之官 一个世界被根基 法力堪比死亡天军那种 活了五六个混沌破灭的 老古董天军 这些高手自然不是对手了 被纷纷擒拿囚禁了 凤寒 你想要干什么 难道想炼化我们 你好狠的心思 难道就不怕举世为敌 湛王天军目也慌说 他被囚禁在笼子里 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看着鸿蒙殿的苍穹上 流动不息的阵图 就知道 自己已经不可能脱困了 举世为敌 谁是我的敌人呢 你们莫非还有什么后台呢 偷使孤家管人的天军 杀了你 正好成就我的无上威名 方寒冷冷地扫了眼 湛王天军目也慌 目也慌 本来你们家族呢 和我结盟 倒也算是不错 但你这个老祖宗 居然来杀我 真是罪不可恕 你那些后代 恐怕也活不成了 目也世家 高手如云 还有天军庇护 在天界一直都是赫赫 威名的无上存在 不过现在 木野荒都被方寒抓了 整个木也世家 也就成了一窝蚂蚁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方寒在丹界 现在隔空吹一口气 整个天界十万大洲的 木野世家 就会烟消云散 彻底毁灭的 居然连湛王天军 木野荒 皇府彼岸都被抓住了 实在是难以想象 仿佛在梦中啊 轩辕世家的家主 轩辕逐路 许家家主等人都 痴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难以想象 他们都是天庭十万 大洲中的大世家 深深知道木野世家的 神州净土皇府世家 他们有多恐怖 现在 两大世家的老祖宗 都被抓住 天军即将要被炼化 这到底是从何说起 幸亏是跟对了人呢 成为了纪元门的一份子 前途无量啊 否则的话 现在也就跟木野世家 黄埔世家一样 等门主方寒 炼化了四大天军 两大世家 也就会彻底飞回烟灭了 一些加入纪元门的世家 非常庆幸 宇皇说 方寒 你真的要炼化他们 天军不是那么好炼化的 不如拿他们做护法 催动鸿蒙殿也不错 彻底把他们降服 可以把价值发挥到最大 不错 方寒 我们都是绝世天军 这次任灾了 皇甫彼岸道 只要你不杀我们 我们可以为你守护门户 祭炼法宝 就算你炼化了我们 本元也不一定能够造就出来 一尊天军 方寒 咱们来一个约定如何 湛王天军 目眼慌说 不如这一个纪元之中 我们守护你的纪元门 下一个纪元 就脱离协议 各走各路 如何 不错 方寒 天军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 没有仇恨 炼化我们的好处不大 让我们替你做事 好处才是巨大 苗离天军 义天军也说 顿时听见这些话 玲珑也有一些异动 就算他炼化一尊天军 也不见得可以晋升 到达天军大位 但是留下一尊天军为奴隶 可以完全催动 鸿蒙殿的诸多进法 使他的身躯和鸿蒙殿 结合得更为紧密 那晋升天军是早晚的事 方寒一人 可以催动鸿蒙殿 足足五万阵法 加上另外四大天军 一起催动 恐怕能够催动 到达六万座阵途 虽然鸿蒙殿 阵途到达最后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难催动 最后的几张阵途 只有先王才能够催动 天军根本没法 不过如果能够多出 一万张催动的阵途来 玲珑的实力 也会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们吗 你们一个个狼子野心 图谋不轨 方寒摆了摆手 天军岂会那么容易被降服 留在身边 不亚于留了个祸害 上古时代 有一位天军 降服了另外一位天军 看守门户 后来那位天军外出 降服的天军脱离了掌控 把一门上下屠杀得干干净净 这样的教训屡见不鲜 难道还不足以警惕吗 所以这次 全部都得死 一个都不能留下 皇甫彼岸 你最先死 方寒绝不留情 眼神中激测出 灵力的神光来 只有死去了 才是好天军 他突然出手 直接朝那关闭在牢笼里的 皇甫彼岸一抓而至 突斥了一下 手掌直接抓穿了对方的心脏 从皇甫彼岸的胸口 抓出一枚血淋淋的 强横无比的心脏位 猛烈跳动 似乎一面神骨 可以把苍天都震破 这心脏一被抓出来 其中就演化出了一股 不屈的意念 可惜方寒的手掌上 出现了小宿命数 庞大的宿命之力 接近命运 永生之门隐隐约约出现 降临下来 对着心脏一阵洗涤 心脏就立刻停止了跳动 似乎是被方寒杀死了一般 皇甫彼岸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叫声 第2279集 这会儿后悔 迟了 方寒的小宿命数 已经到达了不可思议 立刻就要参悟大命运数的地步 他一晋升到无上天君之道 就隐隐地感觉到了天界的伟大力量 永生之门的气息 小宿命数所花的永生之门流淌出的永生之气 接近真实 皇甫彼岸虽然是天君 但也不能够抵挡 玲珑 接着 方寒把心脏一下挖出来 直接对着玲珑丢了过去 手掌封印 没入玲珑体内 玲珑整个人飞跃而起 得到庞大力量 天君之心的加持 立刻 全身开始脱胎晃骨的变化 一股股类似于天君本源的气息 从身躯中散发了出来 方寒也不停留 手刀划出吃拉的一声 就把皇甫彼岸的左手 右手四肢 全部都斩了下来 用小宿命数一一洗涤 全部都炼化 没入玲珑的体内 到达最后 皇甫彼岸惨叫连连 根本没法反抗 身上的元气消磨了一大半 放过我 放寒 放过我 我不该和你作对 我忏悔 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能够陨落 我经历一晚劫术 无量大劫 横河杀树一般的小劫 好不容易成就了天君 不能够陨落 我在这里啊 皇甫彼岸咆哮着 求饶着 天君面对死亡也是不甘心的 不是恐惧 而是不甘心 不愿意被人剥夺生命 一尊天君 在诸天万界之中 要多少磨难才能够修炼得到 没有天君甘心死亡的 任何的尊严底线 对于天君最后的目标就是不死 只要能够不死 任何事情都可以做 可以灭亡一个种族 可以毁灭无穷未灭 可以颠倒宇宙 这会后悔了 迟了 方寒祭出天葬之关来 朱鸿克的关才打开 里面席卷出了黑光 照定出了皇甫彼岸最后的身躯 在这件先王级别的法宝之下 他终于没有了反抗的能力了 最后化为一艘三尺长短的楼船 这楼船上面 雕刻了一篇古老的经文 彼岸经 这就是皇甫彼岸的最后形态 彼岸之舟 圣品仙器 一件法宝所化 修成的天君 在那彼岸之舟中 庞大的天君本源 在汹涌如狂潮一般 啊 方寒 我要诅咒你 诅咒你必将堕落 我要用生命来诅咒你 皇甫彼岸最后一声惨叫 响彻在虚空中 所有的人都吓得大汗淋漓 面如土色 他们都明白 一尊天君最后陨落 被彻底地杀死了 零龙 这彼岸之舟 天君本源全部给你炼化 能不能够晋升为无上天君的境界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 方寒斩杀了皇甫彼岸 面不改色 似乎是吃饭喝水一般的简单 他自从修成天君之后 就绝对地冷静 绝对地镇定了 世间再也没有任何情况能动摇他的意志了 彼岸之舟打入玲瓏的身躯 玲瓏完全端坐在鸿蒙殿最上方的阵途中 一股股鸿蒙愿望大火缠绕周身 把天君本源彻彻底底融入身躯里 开始入定 方寒又把目光对向战王天君木野荒 木野荒大吼了一声 方寒 你要干什么 斩杀了皇甫彼岸又来杀我 不可能 我就算是自杀 也不可能给你灭祸 说话间 一股庞大的意念从身躯上散发出来 出现在中央战场上 主宰圣法裁决七世的无上绝学 哼 想死在我面前也困了 方寒的手上打出道道封印来 渗透进了战王天君木野荒的身躯 立刻 这尊天君就动弹不得了 方寒的双眼击凑出杀声大光来 在木野荒的身躯上刻画出道道痕迹 鲜血不停地流淌出来 缩小 一声鹤斥 这战王天君就化为了一个七寸小人 飞到方寒的手上 随后打入宇皇的眉心中 宇皇师兄 这战王天君的身上 被我刻画了寄园符禄 会不停地散发出血液精华本源来 渗透进你的身躯里 你自己运转到处就可以练化 还可以磨练你的意志和天君争斗 想必有机会能够晋升为天君 宇皇原本晋升天君的希望百分之一都没有 现在方寒把战王天君木野荒封印在他的体内 如果练化 那晋升为天君的希望就有了五成以上 当然 但还得要学方寒领悟出自己的道理来 要不然也无法晋升为真正的天君 方寒以迅雷不羁掩耳之势 炼化了战王天君木野荒 皇甫彼岸 把苗栗天君 义天君震得差点晕死过去 这两位天君真正地感觉到了死亡来临了 噗通的一声 义天君居然跪下了 方寒 要跟我吧 你现在也是天君 我向你下跪也算不了什么丢失尊严 我们意见非常广大 所有的义族都可以做你们纪元门弟子的奴隶 你想想 你们纪元门所有弟子修炼的时候 都可以得到我们义族的辅助 门派该有多么的壮大呀 苗栗天君也跪下恳求道 我们蛮族的那只部落 也可以做你们纪元弟子的奴隶 我可以拿七件蛮族所有的圣旗和你交换 你有了燃血之衣图腾之关 还缺乏金桀之关 这些圣旗 如果七件圣旗凑齐了 可以召唤出我们满族的祖先元陵 所向无敌 第2280集 坟墓 他们都是无上天君 尊严无比 平时高高在上 是万无为楼椅 如果方寒不是天君 他们根本不可能这样跪下 丧失尊严 不过方寒现在 也是和他们一起平起平坐的天君了 那放递姿态就没有什么了 天君也不是不能够下跪 遇到那种远古天君遭遇杀生大祸 也是要下跪求饶的 遇到先王更是要下跪 先前不下跪 这会儿下跪 迟了 方寒头顶上突然出现了一尊巨大宝塔 镇压下来 把两大天君给吸入了其中 是龙族至宝 八步浮屠 八步浮屠现在仍旧是王品仙器 不过就成为了纪元神阵的一个镇眼 一出来 就可以牵动纪元神阵的威力 等于是方寒本身用纪元之道镇压两人 自然是手道侵来 方寒是想着 借助两大天君的本源 把八步浮屠炼制成圣品仙器 再次多一件质宝 增强自己的实力 传闻之中 龙界现在的至尊龙界之主 就是一尊八步浮屠修成的人形 叫做八步天君 本身是圣品仙器 力量无穷 度过了七次混沌纪元破灭大街 和混乱天君的实力都一般无二 方寒存了一种心思 就是让八步浮屠也晋升到达天地一体的境界 那以后 自己这件八步浮屠就是真正的正品 甚至可以超越那八步天君 成为真正的龙界之主 整个龙界都是自己的 两大天君被吸入八步浮屠里 顿时就被方寒强的力量碾压的破裂了 所有的天君本源都灌注进了浮屠中 整座宝塔就开始变化 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声音 最后到达了一种巅峰的力量停留下来 还差一步就可以晋升为圣品仙器 一件圣品仙器 不是那么容易炼制成功的 想想雷帝天君 炼制万命雷池亿万年都没有能够成功 这就等于是一尊天尊 重新缔造出另外一尊天尊出来 难度之大 难以想象 不过方寒不挤 以他领悟的纪元之道神庙无方 超越所有 一步步的修炼 总有成功的时候 彻底运转法力 消化两大天君炼化之后的本源 方寒觉得 自己的法力再度增长了许多 天君的境界更为巩固 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着 修成天君之后 他的境界目光道行力量 对于大道的感悟 又达到了另外一种全新的境界 不再是凡人境界 而是着眼无数个纪元 勘破永生之奥秘 天君才是永生大道上的起步 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天君的极限 传闻中 也就是能够活个十个混沌纪元 在十个混沌纪元破灭之后 也要陨落的 先王则是比天君多出一倍了 能活个二十多个纪元 不过天地破灭二十次之后 也一样要死亡 整个诸天万劫 恒河沙术一般的时空国度中 上古神话 上古传奇 还没有出现过二十个纪元之前的大能呢 催动了鸿蒙殿中的阵途 方寒再度开始了自己的修炼 同时用神念扫射丹界 他知道 自己虽然晋升到达天君路 不过也就是最初天君的境界 和死亡灾难永恒混沌 这些天君根本不能比 实力相差有一定的差距 现在的修炼就是为了弥补差距 鸿蒙殿不是自己 不能够祭炼 但是整个上古丹界是自己 天葬之官也是自己 他现在提升实力的方法 已经计划出来了 把天葬之官 这件不落于鸿蒙殿的法宝 融入纪元神阵中 作为最大的一个阵眼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那法力将会再次突飞猛进的 遇到灾难死亡永恒这些天君 也不会怯场 天葬之官神妙无比 方寒就算晋升到达天君了 连一半的威力都没有发挥出来 在化天都的手上 更是连十分之一的力量都没有 越是祭奠这天葬之官 方寒就越觉得 这棺材的力量蕴含深邃 似乎是造化先王 为了自己度过最后大劫而准备的志望 造化先王也差不多是大县已到 和十祖圣王一样 他要成为历史的尘埃 不能够真正的永生不灭 方寒知道 自己如果能把天葬之官的所有力量都激发出来 躲藏在里面 甚至可以度过一个又一个的破灭大劫 寿命和先王一样的场 这棺材 本来就是用来度过劫术而用 天葬之官融入纪远 成为阵眼 法外之外 法界无上法 万法之门 无上法门 鸿蒙之门 造化之门 众庙之门 一下把天葬之官打入自己的身体 方寒立刻就感觉到 这棺材拒绝成为自己纪远神镇的一个阵眼 而是发出了抗拒的光芒 一道道黑气从棺材内部升腾起来 这是纯粹的黑暗 甚至比传闻中的 夜界夜地天君都要黑暗得多 天葬之官能够使用是一回事 融入纪远神镇成为阵眼又是另外一回事 融入阵眼就等于是彻底被方寒烈化 成为身躯的一部 现在方寒晋升为了天君 身躯的生命形态发生了变化 晶体神国彻底成为了纪远神镇 他也真正成为了纪远天君 为了使这天葬之官成为自己的镇眼 方寒几乎是催动了自己参悟的所有道数 连吞噬君仓声而参悟的法界无上法 甚至法外之法都催动出来了 法界是一个比丹界还要神秘的地方 其中的法界之主 擅长法外之法掌握万法之门 是一个恐怖的存在 也是一个类似于天庭的存在 这是方寒在晋升到达天君之后感应出来 他晋升到达天君之后 感应推算之力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推算之间隐隐约约赶到诸天万界中 又和天庭起源王朝真理圣地一样的地方 势力极其强横 法界就是其中之一 使用其中之一 或许多犯一样的地方 希望能够控制住